菩萨戒 菩萨戒是佛法宗的戒战 所以上一次讲到在何故里面 这个受菩萨戒 此戒是诸戒之战 就是所有一切戒他的保障 因为一切不管是八戒 五戒十戒两百五十戒 都是从菩萨戒来流出 上次讲到了这一个部分 然后又举到像大海一样 然后我有性能录 跟大家讲性能是不是要确知确见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色律于戒那一档的讲义 我们看色律于戒这一章 我们在上次在画大的图表里面 我们知道说菩萨戒 这个菩萨戒 它包含了 菩萨戒它包含了三具境界 三个部分 就是色律于戒 律于的部分 还有色善法戒 跟饶益友情戒 又叫做色众生戒 这三个部分 那它有一个部分呢 色律于戒 你要记得我们前博物诸化那个表吗 那色律于戒它还包含了谁 谁也有色律于戒 生文戒 对 生文戒它也有色律于戒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 现在这里要讨论的就是说 这个菩萨的色律于戒 跟生文戒 五戒 八戒 十戒 生文戒 就是大家受的五戒 八戒 或者乃至于出家戒 这个生文戒的话呢 两个一不一样 生文戒在这里 那我们 不是在这个文里面 有讲到吗 这个菩萨戒 它是一戒五戒 八戒 十戒 乃至于出家的两百五十戒 等等的 这些戒的都是从菩萨戒流出的 那既然这些都从菩萨流出 菩萨戒流出的话 那这样的意思 言下之意是不是指说 菩萨戒它就包含了生文戒了 对不对 因为都是从这里流出的嘛 所以它菩萨戒就包含生文戒了 那这样子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我受菩萨戒就好了 我不用受五戒 就会有这个疑问的 那到底生文戒它扮演 在菩萨戒的基底之下呢 它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种需求 所以这一张 这两张讲义呢 其实就是在谈 生文戒它在色律于戒的部分 跟菩萨戒的色律于戒的部分 到底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它各自扮演的角色 到底是在什么样子的状况 因为不管塞加出家 我们都有受生文的色律于戒 从五戒八观塞戒 来自出家戒 你再发现受了一个菩萨戒 菩萨戒有色律于戒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的色律于戒呢 搞清楚 这样子呢 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 一方面知道怎么样子来持守 一方面的话呢 才不会在 生文戒跟菩萨戒 它在某些持戒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在内心里面会有冲突 举一个例子 生文戒五戒八戒 杀戒 杀戒就是一切有命者不得顾杀嘛 有命者东方不可以杀 这是生文戒绝对不行 可是菩萨戒里面呢 可不可以杀 也是不行 但是呢 他有 他在有一个前提之下 他有一个开源 就是呢 我们讲的 我们最开始讲 菩萨戒的时候有举例子 这一个人他要杀掉五百个人 这一个人 他想要杀 五百个人 而且他很厉害 他绝对可以得罪 一定可以成功的 可以杀掉这五百个人 可能他是国王 下令把他们从处死 也有可能了 他很厉害 可能会某一种邪术 某一种咒术 就可以把这五百个人杀掉 所以呢 这五百个人呢 这个人要杀他必死无疑 菩萨呢 神文戒的话 那就绝对不可以吧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人杀掉 不行 神文戒是绝对不行 可是菩萨戒呢 可以把这个人杀掉 菩萨戒 那他把这个人杀掉呢 他有没有坏菩萨戒的杀戒 没有 没有 可是他要不要受这个杀人的果报 要 杀人的果报 不然你 不管你有受生文戒 没有受生文戒 有没有受菩萨戒 统统要受 你做什么样 一因一果绝对跑不掉 可是在戒律上吗 生文戒是 一个人不能杀 五百个人不能杀 反正就是不行 可是菩萨戒呢 他知道这个人要杀掉五百个人 菩萨戒他以菩提心 慈悲心 这才是佛同菩萨的精神嘛 所以我把这个人杀掉 五百字子嘛 就干脆把他杀掉 避免他去杀五百个人 所以在菩萨戒里面 他讲到呢 于菩萨戒呢 无所违犯 而且 哇 下面那句 怎么样 增多功德 哇 那糟糕了 我们一定会想说 佛陀偏心 这一个人比较少 五百的人比较多 所以呢 你要救了五百个人 所以把这个人杀掉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像偏心 菩萨的心 记得 为什么他 他在菩萨戒的 色律界跟生文的色律界不一样 在菩萨戒的色律界里面呢 他把这个人杀掉 他不能在于 他不能 在于一根分别心 哦 这一个人比较少 五百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带一个人 我可以救五百的啦 不好意思他不是菩萨 我们讲到菩萨 菩提心一定是 一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 慈悲而且 不只慈悲 还有呢 对对对 这是最重要的 慈悲而且呢 平等 菩萨 他对这一个人的 菩提心 跟对这五百个人的 慈悲心 一不一样 一样是满分的 所以这个菩萨呢 因为他平等 大慈大悲 所以 他对五百个人 是满分的慈悲心 救人 救人 我宁愿我受 杀一个人的 这个因缘果报 将后让他来杀我 但是 我救你们 不要让他去杀你们 那菩萨对这一个人呢 他的慈悲心也是什么 满分的 他对他的慈悲心 也满分的 他说 我宁愿承受 我跟你的缘 将后 你来还这个果报 你来杀我 但是 我现在为了救你 我要让你去杀什么 五百个人 造下一个 这么重的一个罪 所以 他对这个人 他是说 这个坏蛋 给了 不是这样子的心 是满分的慈悲心 不忍心 不忍心他造业 所以 把他什么 你生命结束掉 不要让你 因为你现在刚好是当王 国王 所以你有这种能力 你现在刚好学了一个什么宗书 所以你有这个能力 你杀得掉这五百个人 我刚好有能力可以杀掉你 所以 我就把你阻止下来 所以 他把他阻止 把这个人杀了 他对这个人的慈悲心 那对这五百个人的慈悲心 是完全同等 同样满分的 回归到 我们现在的现实的社会面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新闻报导里面 报导 有一些 大家觉得 坏蛋 这个人实有余孤 会不会遇到一样子的 报导某个人 杀父杀母后 多残忍又怎样怎样 这个人 乞严到 看死刑 好好好细好 我们现在的心头是怎么样 平等心吗 没有 而是一种什么 对于这个人 你做这么大 这么大的坏事 所以实有余孤 杀掉 不是慈悲心 没有 我们现在把一个 去解决事情 所以凡夫心呢 我们是在解决事情 把坏人解决了 社会安宁 是为了解决事情 我为了救这五百个人 为了让社会安宁 不要再坏蛋呢 再蓄蓄造恶 所以是为了解决事情 而不是对所有众生都是平等 满身的慈悲心 这跟菩萨是不一样的 菩萨 他的解决事情 才是最究竟的解决 因为他可以 不只现实面的事项上的 我解决了这个事情 不要让他去杀这五百个人 而且我从最根究底的 从最根源的 不要让这个人 去杀这么重的业 不要让他跟这五百个人 渊渊相报 继续一世一世的 继续来轮回 终止这个轮回 那让这个人呢 在因缘果报 绝对是不会差错的 他以后一定会再来杀我 可是菩萨是以满分的慈悲心 日后他来杀菩萨呢 菩萨会发愿什么 堵他 以他将后 日后来杀我的因缘 我将后一定 我有能力一定顾他 毫无诚恨心 所以他将后呢 即使他在果报上 去偿还 他杀这个人的这个果报 他们的冤业 会不会继续再结下去 不会 可是我们凡复心呢 即使你是在看电视 你不是那个死法人 你也不是跟他没相关 可是呢 后见拍廊戏后快斋 不好意思 你也跟他结了一份 结了一份的缘 所以起心动念呢 我们所结下的这个业 是从我们的动念里面去结业的 我不要觉得说 我在电视机前看 感觉我没关系呢 因为这个坏人 无法 被法律制裁了 你起一个 哎呀 不易快斋 很高兴的这种心的话呢 我们是在凡夫面 去讲说 理所当然嘛 这个坏人的 被国家制裁 理所当然 坏人该死 这是凡夫心 方子了解 所以这是在 菩萨界跟生文界 他们律语上面不一样 生文界里头的律语 其实就像刚刚 在我们 为什么生文界 持生文界里 可以感到人天的果报 因为他的心就是什么 人天的那种凡夫心 对那派人领海 社会自然就好了 怎么 我没的没的事 大家都平安啊 这个不是凡夫 把国法守好了 所以呢 国家的就 社会安定 大家都很平安 这个都是什么 人天 我以这样子的一种 正义的心 所以在世间里面 世间散法 他以狭义 人人狭义的心 这样子去制服 那这个人 让他不要去杀五百个人 在世间里面呢 这个是人人狭义 他是什么 人天果报 他是人天果报 他是为了让什么 社会安定 为了让自己什么 我不要造业 我不可以杀 所以 生文界 他就是要在自己 自己我不要造业 所以我不杀你五百个人 我也不杀你一个人 我比这个人态 绝对不行 我杀了 我就要做那个国报 我就要造那个业的 我就会 生怕自己再来轮回 跟这个菩萨的 丽语不一样 这样稍微可以知道了吧 神文界跟菩萨界 他们在色力于界上面 也是不一样的 那菩萨界 他是不是 他的基础上面 也是什么 菩萨真命嘛 所以他是不是 从菩萨界 他流露出来 有的人 他的心没有办法 像菩萨 没有办法发到那么大 他只能什么 菩萨其身而已嘛 我自己不要造业嘛 可是他没有办法 慧及众生 没有办法 把这种恩惠 推给众生了 他最多只能造到 我自己好就好 我不要造业 我自己 无关无态 自己无完无心 他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 也算不错了啦 人天善的 可是菩萨的话呢 不是只有自己做得好而已 他还希望什么 别人不要受苦 我自己做得好 是我自己将后 不会因缘果报 我跟人家这种结缘 我继续来文为而已 可是呢 菩萨的 这种色力于界呢 他是为了什么 不是只有自己 不来受果报 我也希望众生跟我一样 不要再继续来文为 不要众生照念 所以 生文界是从什么 菩萨界里面什么 流露出 只是他的什么 绿的部分有了 可是他的什么没有 菩提心没有 没有菩提心 他只能独善其身而已 自己做得好 我不要去干人的好 可是他不会去什么 救度众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讲义里头的这一个文 色绿界 在菩提政道的菩萨界论里面呢 这个色绿 绿界 绿界里面呢 他包含了三种 三种绿 一个是别解脱绿 一个是净绿 跟五肉绿 那在别解脱绿的部分呢 其实这个底下 我们在那个上次画的那个表里头就有了 别解脱绿里头 他就分为什么 神文界跟什么 菩萨界 神文界跟菩萨界 就是个别 别别解脱的 所以在这别解脱绿里里面呢 这边讲到呢 其实他举例子啊 就是七种界 七种就是从我们在家的 优婆舍优婆仪 出家的 沙咪沙咪尼 还有在进一步的什么 四叉摩纳 那就五个了嘛 在家比丘比丘尼 总共五七个 我的七种弟子啊 这个别解脱绿里 佛所制的 个别个别的解脱 一条一条的解脱 我不撒生戒 我没吃好 不会影响 我不偷到戒 可以吃的很清净 个别个别的戒 他们不会互相影响 他的主要呢 是制我们的什么 身口 身口不要造业 因为在僧文界里面呢 他没有制我们的异业 他没有制异业 最起码我就是做到呢 我身不要去杀 口不要恶口 忘与其余两神 就是身口不造业 那这种别解脱绿里啊 我们上次讲过 别解脱绿里 就是靠什么 我要受戒啊 有受戒跟没受戒 不一样 就是在于 我有纳受戒体 那纳受这个戒体呢 我们上次有讲过 这个戒体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叫什么 有本歧视 它是一个什么 誓愿心 还记得吧 第一次上课讲的 有本歧视 它是一个誓愿心 很强的誓愿力 它有一个本歧 就是我心里面期许 八观再见 一日一夜 有一个期许的 我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一定什么 一定遵守 有一个本歧 而且这种的遵守 是一种很强的什么 誓愿心 就是这边讲的 它就是一种誓愿力 誓愿力很强 这样子来遵守的 绝对 绝对要怎么做 假设没有誓愿力的话 上师有讲过 假如没有誓愿力的话呢 我对于这种 善恶的这种 该怎么拿捏 怎么把持的 我是建立在于说 我想不想要 人 我不要杀 可是 那个餐桌上的那一只 可能就不一样 这个市场上的那一只 可以 可是我家养的那一只 那不可以 我们就会有什么 当你不是誓愿心的时候 同样一个沙上面 我就会有什么 我就会有分别的 所以 我就不会有第二个条件 叫做什么 偏该生静 骗及所有的众生 骗及所有的友情 跟无情 情非情境 这个生呢 就是我们在律上讲的情境 那 这个境呢 其实就是讲悲情 所以受戒的话呢 就是戒了 受戒跟我们直接行善 直接我就不杀生就好了 在世界里面 有的人 不想受戒 他不是会讲说 我的心好 我的 我怎么会这样 拍事情的 为什么一定要受戒 有受戒跟没受戒 就是不一样 有受戒就是具有这两个 特色 一个是誓愿力 我一定怎么样 绝对遵守 第二个呢 就是我因为这种的誓愿力 所以呢 我的戒 可以保护的 这种情境啊 这种对象啊 是骗该的 不会有 我刚刚讲的那个分别 人不可以抬 桌上去吃 本来就是要放吃 不会有这种分别 我吃的这些不行啦 那吃牛 那别人 别人 伤人吃的 那就没关系 不会有这种分别 因为我们的 这种 不是誓愿心所出来的 善的 它是什么样子的 不骗的 可是当我是一个戒力的时候呢 我才可以普遍 该就是吉啊 可以普遍给予所有的 友情跟无情 我这个人很吃飞 自己国家人民 不杀人 自己的国土保护好 不杀我国土的众生 可是呢 那个是敌国 啪啪啪啪啪 没有办法骗己啊 没有办法骗己 所以在世间善 你直接善 这种世间善 跟你是一个持戒 是不一样的 所以 佛法 佛法 跟在世间的善法 不一样的 那个 建政律师 建政律师呢 现在在拍的那个连续剧 就不知道了 可能就加了一些 后来的东西了 那我们讲完全按照 建政律师的话传里头的 以前拍的乐吗 听到学类识 他里头呢 那建政律师啊 他当时人家请他 到日本去红发 当时中国需不需要他 很需要啊 他当时几乎在中国 假如就我们 当时是没有给他 安这个名称啦 就中国历朝呢 他相当于扮演的 像博师的那种角色了 是皇帝很器重的 整个所有的佛教界 以他来当眼目 等于是一个领导 一个领袖啊 可是呢 他就 人家请他去 他就准备要过去了 人家跟他讲说呢 哎 那这里中国很需要你啊 啊这个蛮鱼边地 你派一个帮助去就好了 你不用亲自去啊 那他 他当时讲了一段话 很感人 他说呢 当时军队啊 这是皇帝啊 都不要他去啊 就是用军队呢 去阻止他 不准他出海 但是呢 他说呢 佛法 是 没有种族 没有这些分别的 他出家 他红法 他不是为哪个地方的人 为哪些地方的众生 他只为了什么 想学佛法的众生 所以哪里有需求 他就往哪里去 他为什么呢 可是中国也很需要他 为什么他跑到日本去 因为中国呢 即使当时没有他的话 还有好多其他的人 可是日本呢 当时呢 假如他不过去的时候呢 可能谁也不想冒 这种生命的危险啊 现在呢 航海都还有海难 搭飞机也还有空难 过去呢 那个船怎么过海 有隔 划船 划船 你跟你划过日月潭 你就很吃力了 你要划过 航海 几个月 几个月 你平常你 你只是去玩游艇的话 你都还可以选个风和日历 下个大雨 吹个台风 这些人没去生水 他已经下船了 下海了 啥个月 中间要遇到什么事情 不知道 所以谁愿意冒这种 这么大的生命危险 到遥远的地方了 不可思的地方了 去猛化 所以当时见真律师 他讲到呢 佛法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种族的差别的 他既然出家了 他是为了需要佛法的人 想要佛法的人 他都愿意去付出 而没有说过国 他过 送的戒也就是如此的 他可以什么 骗该神经 不是只有说人到不杀 倒上去吃 就是该给你吃 或是说我自己吃 这不行 我的宠物不行 别人的就可以 这样就不骗了 佛法戒律呢 就是骗几一切的众生 所以佛法也一样 佛法呢 是没有这种种族 乃至于 这些 不同的 这是因为人为而自定关系 这种的分别 这种差别的 台湾的人想听佛法 外国人想听佛法 乃至于 也许现在是某个国家 跟某个国家 是一个很大的仇敌 仇敌的对方 想听佛法 在佛法上 在佛法上 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佛法的众生 仇视 这种仇视感 很重的众生 才更需要佛法 所以有的会想到说 哦 那人是敌国 不可以放在去佛法 其实在宗教上的话 在佛法上 讲的平等 越是仇视感的众生 越需要佛法 才是越需要佛法 才是越需要佛法 所以一样的 看这个动作就知道是什么了 它是最需要佛法的 它是最需要佛法的 不要觉得说 快点 抓起来 叫消防队 你们试试看 以前我们在山上的话 这个好多 从我出家的地方 从北到中国 这个超多的 随便走出去 不小心就会有 门缝难免 像下面那个洞 那么大搞 怎么跑进来 我们后来生活久了以后 我们慢慢就知道了 它真的是一个众生而已 它是跟你没有仇的话 你不要去打到的 你不要去打到的 你假如看到有一只狗狗 那个很凶的话 你也会怎么 留着陷阱 不要去打到 不一定会有狗狗狗 你如果站起来车 一定会有狗狗狗 你真的感到没办法 你一定会打到的 你就知道它的习性就会这样 它为什么习性会这样 它的智慧 这个动物是不是它的智慧性 就是很强 你就不要去打到就好了 所以我们到后来 以前我看到那个真的 知道说要小心 可是看它长的形状 还是有点怕怕的 以前我是不敢抓的 可是到后来 没人可以抓 只好自己练习抓 刚开始抓真的是很害怕 因为对它不了解 可是后来才知道说 其实它比我们更害怕 当发现它比你更害怕的时候 你心里就堵定下来的 原来我是比它不害怕 它比我害怕 所以就为它念佛 后来发现 只要看到那个要抓的时候 先帮它归 归一完就跟它念佛 我带你去外面 带出去 就夹出去 我们俩那个捕舌夹 就把它夹出去 打树变甲 打蛇打七寸 一只成蛇 从头算来 七寸的地方是它心脏 它那个骨舌夹 只要一夹 一夹 弄了就没拉 所以到后来发现 还好 没有到很凶 是还蛮温和的 我们以前一个师兄 他很会抓蛇 他也是从零开始的 从很害怕这样子的 到最后 他最后他得到的心得也是 他给我们害怕 所以你不要怕他 所以他到最后 只要看到蛇的时候 都还跟蛇讲话 还记得以前 我们在台北的时候 有一次呢 中午起来 为什么自客室的门怎么没关 还贴了一张纸条 走近一点看 大家都走到那里 立刻立正 那个纸条就是贴在门上写 小心有蛇 一只很大 然后就盘在那个蒙道店馆 在那里睡午觉 我们就在那边看习惯了 大家就进进出出 一整个下午 反正自客自己的 等下人来人往 没关系 就在那里进进出出 到后来我们的走自客 他 看他也有点动静了 他走过去 走近一点 跟他讲说 哎你睡饱了 拉自舍就 动了一下以后 就准备要出去了 他还跟他讲说 哎你睡饱了 慢走啊 小心啊 不要被人家踩到 要走出来 他走到他手里 还要择他 他走到他手里 还要择他 他走到他手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啊他这时候真的很温馨 啊 大家跟他归宜完啦 怎么呀 他走到他手里 他走到他手里 看一看他手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要知道啊 这种有仇视感的众生 你慢慢会去体验 你要去体会 我这是跟 自己一个经验吧 跟大家去体会到这一点 仇视感的众生 不是只有在人道而已 包括其他道 仇视感的众生 他越需要活往 他越需要慈悲 他越需要安抚 所以有的人 你知道人家那种 真正的寻相师啊 那种是调补那些野兽的 不是拿那一只啊 拿那一只电极棒啊 真的会寻服这些的啊 他是用什么 慈悲心去释发善意 所以很典型的 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阿加曼尊者嘛 阿加曼尊者的话 他看到那个蛇啊很凶啊 那个毒血啊 人家都不敢去的 那个蛇毒蛇很多啊 可是他走到那边呢 他就行脚走到那里了 就渡到啦 他说那里不能去 可是因为他要经过的地方一定 他要去的地方一定要经过那里啊 就走啊走啊 就毒蛇很凶这样子来啊 所以他只动了一个念头 彼以毒来 我以持受啊 他以毒啊 以仇视的心啊 这种敌对的心 防护的心而来 我以慈悲的心呢 我来接受 所以呢他就这样看着蛇 就这样很慈悲的看着蛇 哎 那些蛇的 哎 那些蛇的 那个土性呢 咱都拼了 收起来 他倒了 他就各自 各自走了 就各自走了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慈悲心 哎 有一次我们那应该是去马来西亚 你知道哪里西亚有一个很很有名的一个风景区叫蛇庙 有有有去过吗 哈哈哈哈 那个一进去了我刚开始有点怕怕 后来想说大家都进去了就不要怕 哎呀那个里面啊 就是你走路要小心一点不要踩到就行 到处都有这边怪子那里怪子啊 然后反正到处都有他在睡觉有时候还保护色 哎呀啊 反正你就是走路注意脚下哎 啊注意不要去咱咱讲到 有时候就咱吊 哈哈哈 哎 但是因为每个人进去啊 他上面他前面都有一张一些说明 哎 真的啊 就是以慈悲心啊 你就是以慈悲心 所以进去真的的人 有些人进去就以慈悲心 就去看待他的时候 哎进去呢 那些蛇呢 其实都很温馴 哎 那些蛇不要以为说 他是本来就在那里的 所以很温馴 等于就是那种时长 那种气氛之下 外面的也会怎么 蛇也会进来 就跟他们聚集在一起 可是因为去的人 敢去的人 其实就是要散发这种的慈悲心 散发这种慈悲心 当你没有敌意 没有仇视的时候 他就不会给你抵抗 他就不会给你抗拒 所以历来 很多祖师大的 降仆老虎 福福和尚 不是只有近代的 往清老和尚 在他之前呢 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很多位 包括我刚刚讲的 阿加曼尊哲 南传的阿加曼尊哲 他也是有降仇老虎 那个老虎都不是 本来就那么降仇 本来都是这样 派遣解来 可是就是因为他以慈悲心 跟他讲话 下次试试看 那是派遣解来 刚刚好 跟他讲话 真的你试试看 你慢慢你成功一次之后 你保持安全距离之下 你慢慢成功之后 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这个要慢慢的练习 知道吗 这样慢慢练习 练习到真的 要练习到真的 我刚刚讲的 我们那个师兄 后来就把他抓索尾鱼 我是敢扭 我又不敢把他抓索尾鱼 应该是跟有毒跟微毒 有毒我们就更怕 然后微毒还想走就算 他那个我那个抓索尾鱼 他抓过硅壳 他抓过硅壳 他帮过青竹丝 那些什么都抓过啊 可是他在他手里 好像每一只都很乖 就是他从害怕 他后来跟我们分享之后 他还是一直跟我们讲说 你不要怕 他更怕 他一直跟我们讲 这样子讲 你真的看他在跟蛇的那种 沟通讲话里面 你就会感觉他充满了慈悲心 就很像那个小孩子 在那儿动爐的 在那儿你不好生 就这样子 你哄跟孩子一样 每一只蛇 他每次要去抓了之后 这个就是 你就觉得他是在跟一个小孩子 在讲话 他就跟他皈依 就跟他说 你要注意 他就是你一个人 你说话 你就不会觉得他是在蛇 可是因为我们为什么 都没办法调 因为在我们内心里 他就是一只蛇 所以当我们可以把 这个形象给解除的时候 我的心才能够降伏下来 所以不是他降伏下不下来 是我的心没有降伏下来 所以我自己亲眼 结果我们那些很会抓蛇的那些师兄弟 所以我后来自己长次去 这种时候 第一次真的是很害怕 你知道我第一次 第一次抓的时候 就是抓了一只 被狗狗已经 他就尾干太欠钱了 几家那个玉山街 还沉舌很大 又晚上又很暗 又在那个凉亭 就在那个凉亭底下 这样子 已经被那次听听 被到 很凶了 我就开始跟他说 乖乖乖乖 慢慢跟他讲话 慢慢跟他讲话 他发现你没有敌意 你也没把他怎样 他本来一直有这个动作 他慢慢的就没了 慢慢没了以后了 后来他本来吐的很厉害 那个吐性 慢慢的 很正常了 听说蛇吐性是叫正常的 只是他很凶的时候他会喘 所以呢 因为他是靠那一根在呼吸的 他没有鼻子 他也不是那个 他是靠那根呼吸的 所以当他人一紧张的时候 我们会喘 呼吸会加速嘛 所以他一直就吐的更厉害 你就觉得他很凶 事实上他是他很紧张 妈妈跟他安护了之后呢 他就很正常了 不然现在很正常 就是那个 一把爸爸就 就滴下来了 好了可以了 我带你出去 就夹出去 就帮他皈依了 他就跟他一边念 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全身救苦 他们很苦啊 他们很苦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戒啊 就是一种誓愿力 有本其事而且骗该生进 骗及所有的众生 所以我们在持不杀戒里面呢 我们要慢慢的 慢慢的把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杀意 骗意 这个骗意就包括我刚刚讲的 你看到坏人 被国家制裁 看到坏人被杀了 看到坏人呢 不小心撞车死了 你不要在心里大家快哉 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仇视心 要能够去降伏下来 其实 降伏别人比较容易 降伏自己是比较难的 所以这个戒的别解脱力 它是一种靠着誓愿力 靠着誓愿力 那净律律跟无漏律律呢 净律律就是靠产定律 它才能够维持 我们这种反复止恶的力量 无漏律律 它就是要靠慧 无漏慧 它能够开发了无漏慧呢 它才有办法有这种防复力 所以它说别解脱律律呢 有七种 就是七种的律律 从比丘界 比丘尼界 正学女就是四叉 佛为了我们女众 女众呢 烦恼心比较重 不要说业障比较重 说业障比较重 有人会跟我抗议 有的人会说了这个男女不平等 烦恼心比较重 应该大家都承认吧 这个女众心思很细腻 真的就是 人为男众都 这样也没办法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参观南普陀 南普陀市 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图书 因为我是在我 那时候在我出家常驻 我是负责我们常驻的图书馆 然后我就去参 我们去的时候 刚好参观他图书馆 我师兄就跟我来看他们的图书馆 哎呀他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管理他们的图书馆 我就去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这个图书馆 他们的图书了也不用编码 也没有借书 借书单子 我说你们这里 大家都只能现场看吗 他说没有啊 需要的就拿回去看 他看完就拿回来 我说你们都不用借书登记吗 或者是要编码怎么办 我说不用啦 那是你们女众做的事 他说那个女众 他那天讲了我心里很震撼 我想一想 哎的确呢 他讲出他们的想法 他说女众这边去借书的时候 应该大家 当然她都是女现场都是女众 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心的 去看 哎我有需要呢 我这一本 我拿回去 不可以再说 女众就会这样了 就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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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着 没关 就一直摆着 摆到借书期间 不过期啊 乃至有的是过期啊 快点摇了 就去借了 所以女众的图书馆 需要编码 还需要借书本纪 他说 我们男众 聊访谁想要放那么久啊 快看我 就放了 谁要拿 堆那么多东西 哎有需要的再拿就好了 再不然现场看一看就好 就放回去了 不用拿那么多东西回去 所以他说 他们不需要编码 也不需要借 也不需要那个 因为谁也不想把疗磅的东西堆那么多 堆那么久 哎 的确为什么 我们女众心思很细密 担心 我可能 我可能会再看 我还没看完 我还要看的时候会不方便 看的时候可能会不逗了 我就会让中午的没什么相续的看下去 啊不过来 我就要 女众 所以我们要好好参为 的确我们烦恼心比较重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佛制啊 从出家受了三米戒 三米女众是三米尼 三米尼戒跟三米戒是一样的 啊 男中叫三米 女中三米尼戒 我们一样要去 受巨族戒之前呢 女众要加一个正学女 就是四叉戒 意思就是说 一次就让你受 比丘尼戒呢 可能辞不了 因为你瞬间那么多 哇 吃的手忙脚乱 所以先有一个过渡期 让你受四叉 四叉的戒呢 99%都跟比丘尼戒 其实是一模一样 只是戒的最比较轻 先让你练习 对啊 先让你练习 让你练习呢 你觉得 我在手持的时候呢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可以边学边吃 然后做美好的 做不好的 因为解的罪比较轻乱 就可以边忏悔边学 等到说完 比丘尼戒的时候 你才不会说 哎 没胜没胜 我没得到 我没得到 所以就是因为 这个女众环导心比较重 心思太细密了 所以才会多了这一个 四叉戒 就是正学女 琴侧男呢 就是三米 琴侧女就是三米尼 近视男 就是 是佛的 来近视 故事佛法的 这就是优伯舍 近视女呢 就是优伯仪 我们的戒呢 就是有这七种地质的 别解脱律 那别解脱律 本来有八种啊 现在的 其中的一种 近住戒 没有列进来 近住戒就是八观太戒 等于在家居士啊 没有机会出家 就像我们上礼拜 半观再戒 没有机会出家 但是呢 让你们练习一天一夜出家的生活 就是八观再戒跟撒尼戒呢 只差了一条 不作词 身向精灵保护而已 其他的全部都一模一样 所以就练习一日一夜的这种出家生活 但是因为他的戒期啊 只有一日一夜而已啊 所以不是说很难 就是不是很难 所以才要什么 鼓励大家有机会赶快收 所以他不列在我们别解脱律里面啊 在二十送男士里面呢 他讲到八观再戒呢 因为他只有一日一夜的授耻啊 不是难行啊 他也不是呢 真正的离遇啊 有的人说哦 我吃素 吃初一十五 我跟他说你真的吃素 不管你吃早上早在早上吃素 或者是初一十五吃素 那你不能有补偿的心理 什么叫补偿心理知道吗 人没吃 所以怕你吃两家 不可以说我可以没吃 所以会偷吃两家 就是说你本来你还没有吃素以前 你怎么生活 好啊吃素以后你就减掉那一餐 不要失分了 而不能说我一斤没吃呢 有的就说我可以我几点以前 我吃素不可以吃 你给他老的你给他老的 这个都是见过的哦 那表示他的早素是破功了 早上假如吃早素的早上吃素的人呢 你就要有这种 在你决心吃素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到下一餐 不要去想到明天 你的心是完全的吃素 那你的早 你的吃早早上吃素呢 绝对功德是满分 因为你那时候权益吃素 你不要去想下一餐 所以任何人拿到分子的来 乃至有寒淡有什么的 我给你吃素 我吃素 你把他放的你把他放的就好 很好修改 我等明天在后期再见 还有这样的心呢 不好意思你的初一十五呢 过功了 他们不了解哦 所以同样的八观再见 一日一夜 你的这种的充力很强 当你在做的时候 你要真心的 你那时候 你的发心来这样子休息 你是因为没有姻缘让你出家吗 所以你意思就是让你一日一夜出家的生活一样 所以那时候你的心 就是要真的完全用 我就是出家的 不要去想命 你要摆 我讲很严肃哦 你会种了一个很不好的音笔 叫做晚属音 因为你发现去短期出家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已经准备晚属的音了 因为你知道我只是短期嘛 哎呀我短期出家所以 有没有你出家的当时的心情是不是有准备要晚属的心 有 因为你是短期的 你知道我的心 哎 尤其像男众 女众的话 他是让你的瘦那个而已嘛 哎 啊男众的话 哎 当他瘦了 他是发心出家 就让他受三一戒 他假如他发心去出家的时候呢 他真的用短期出家的心呢 哎 我十天熬的晚属 所以他当时发心出家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是要准备晚属的 所以他会种下一个晚属音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嗯 所以在像在 呃 太古的话 他们的这种的出家就不一样 他们的短期出家不一样 他们的短期出家呢 就是 你就是我心的出家就出家了 啊你若不可以晚属 所以他们 他们知道他假如不行可以的 假如他们有人就是出家了 哎 有没有不还属的 有 还蛮多的 因为他根本 他发心出家就是就走路 你就走路 你会让你走路 所以他没有去想到说 哎 我 我要还属的想法 这个就是可以这样讲 嗯 就说这个人他若半年后要出家 对 完全不了解 生产和生活是怎么样 寻居啊 你完全不了解 哎 他就报名看家为短期出家 那他只是觉得说 我先提早体验 这个短期出家的 生产的生活 这样子也算吗 哎 女众一般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女众知道你不是真的出家 哎 所以 嗯 因为你的基本心态上就知道你不是真的出家 你只是去体验出家生活 所以你不是真的出家 但是男众的话是直接送上一届 哎 因为男众出家版主可以七次嘛 所以他直接送上一届 所以他送上一届的时候呢 他发现去出家 事实上 他 我准备我 我半个月了 我就要跟他上班 他跟你的同事交代说 哎 我到底是怎么怎么等我回来 所以是不是他那个 那时候他的因地想法里面 他就有准备完熟的心了 你这样懂 我知道这种 这是维系心形 所以当我发心 你送八万再见 你真的要用那种心就是 我就是出家 这种心来过日子 有的人呢 我以前遇过有一位法师 他的出家的音源 他真的就是从第一次送八万再见 啊 很好耶 我就一天收了 很好耶 就继续收 我们大了 就大了 就出家了 就这样子 他就完全 他的八万再见是满分的 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去想到明天 就像我刚才举的你吃素一样啊 你吃一吃 食物吃素没关系 你的音源 可是当你 遇到你吃素的时候 你心里是要完全吃素的 你没有想到下一餐 所以人家拿一包给你 你不要说 啊好好我家里先不要吃 我明天才吃 有的 有的又说 哦 那排队的 我这儿放的 我十点过这么吃 这样子了解 就是说我们的心的因地 这个要很注意 这样子你所做的 即使它很短期 但是它的功德 是跟长期一样是满分的 是跟长期一样是满分的 他们不是真的出家 只是让他们受爸爸再接 有的在爸爸再接 上面在跟他交流 不好意思 我也坦白说 这个是后来人为家的 律上没有 这不是 啊不管怎么样 人家是好意 就是反正最后的结论 就只是女众来说 就让你体验一下出家生活 就跟你们受爸爸再接 其实是一样的意义 女生本来就不算出家 女生本来就不算出家 只是说让你体验生团出家的生活 不算出家 所以我觉得我说 女众在这个地方是还不至于种 凡属因啊 可是男众贵 所以这样子 女生不行 女生不行 但是我在英国上我还是会讲 因为要给你们种正确的 肢贱因地 你们什么时候转身轮违变难中 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跟你种正确的 乃至于 也许以后你要教其他的师兄 你们会互相的这种的互动 啊所以就是说 对你在这个因果上要很清楚 这个不是只有说你出家 乃至于我刚才讲的 你吃早素 你吃粗衣食物 都没关系 可是你在 你在执行的时候 你心里是真的是素的 哈哈哈哈 不是那种那个 像刚才讲的 你只是挂一个 挂一个名字而已啊 挂一个名字 好 那个老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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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一 以前 我们 有一个同学 啊他因为 一个特殊音乐 他的眷属王生 他就发愿了 49天内吃素 这个是很好的心啊 对啊 但是你发愿49天 不管你为眷属发愿多长的时间 出素 其你就是 啊 就是发愿了 我就是吃素 啊 啊你就 你就不要去想到说 啊 啊 你要吃 聚餐 等一下 等一下 日子 不要点在这里 你点在 这个我都见过啊 对不对 那时候表示你那49天 开始你是过工的 对不对 对 虽然你嘴不吃 心已经吃了 已经都滑 滑车滑到油腾 这就是点滴这种微信的因果 为什么要讲到这些 因为菩萨界讲的就是持我们的心 你对杀生 你看一个人跟500个人 你是满分的 你不是那种仇恨心 仇视的心 给你改变 好 所以他说呢 这边 八戒呢 唯一昼夜 持 不是难行 而且不是能够离遇 那怎么样子可以把八观在戒 也可以持的呢 功德圆满呢 就是你在持八观在戒的当时 你不要去想到说 我明天知道的会可以安 以前我们在 我出家常住的 我们活气的时候会天天 反正大家就关在里面的出不去嘛 所以最好的机会就是 可以天天受班班戒戒嘛 所以有的人他们出来佛气分享的时候 就想到是 哦 佛气的时候要看到一项东西 哇好吃的 我想说 我如果出来了 我一定买去 买去买来吃 那有的人 佛气的人 有人就会去打栽啊 然后是说 哦 滚这包 什么变 快看那边 有的 他在那边吃八观在戒 世上心里都吃完了 等我出去以后 还有的人他们还不太适应 所以呢 八观在戒在里面 非常的忍耐跟煎熬 但我处理了哦 我第一个事情 我就是先要好好的去大吃一餐 补一补 这个都是他们分享的时候的叙述啊 所以其实从 我也是觉得很佩服啦 他们都很坦诚 这样坦诚才会有进步的空间啊 很坦诚面对自己的这种烦恼心 其实这就是同我们一切的烦恼心啊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边讲八观再见呢 他不是真的能够礼遇 因为你当时的齐心啊 你的齐许就是一日一夜 不隐喻 一日一夜 我不要贪嗔吃那些 不要香花曼徒生 不要这些放异的事情 你的齐许是一日一夜 当然在反复心里面一日一夜 你得秋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什么 更进一步 你在迟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说一日一夜 我当时继续吃下去 你就一直处起了 我也很佩服以前 那个一次他们有几个人 我认识这个王医师嘛 王培雪 哎呀我就很佩服 哎 他第一次呢 开始他是因为受了菩萨戒以后了 菩萨他跑去受放了菩萨戒 我本来想说 沿着医生的因缘可能 要持六灾啊 那些灾日啊 不要说 有没有特定哪几天啊 他可能要持一天都很难 因为医生的作息 你就知道这个是最难的啊 所以我最开始只跟他鼓励说 不然你就先受余请菩萨戒 这样子 你又很 叫起刚来 你受饭煌菩萨戒呢 这个讲到六灾啊 三藏灾月 三光位 结果他就 心臭臭 不然孩子就抱下去 就去想 然后受完了以后呢 虽然 那边呢 戒长处那边 告诉他说 你那一条不能 起 你就不要赢就好了 哎呀 他来问我 他自己心里很理会 他问我说 蛤 可以这样吗 哦 你五戒是可以的 你多分 少分 满灯 有佛戒 有佛色 可是菩萨戒 你那一条不能持 你的歪影 糟了 这个屠夫啊 他要去受菩萨戒 哇 杀上一条卖影 这样子众生会不会积极 你这么多条 都是会很严重 影响菩萨的一种心的 这样子怎么堪称得上菩萨呢 所以他自己心里也很理会 我觉得不对啊 我受了我就得迟啊 所以我就跟说 那你那个三长在月怎么办 没关系啊 我现在开始练习 我试看看 结果你知道吗 他不知不觉一坐下去呢 超过三个月 后来他就 我就跟他讲说 你三个月啊 你成功了 他说 那也不错呢 我就继续这样 结果他就长脸 他就不用晚餐了 虽然他还没有办法 天天都直接 都有受戒 因为他医生比较忙 但是他就每天都这样子吃 所以就跟大家讲 分享说 当我在受一日一夜八方 再见的时候 我的心 虽然我是客气 我一日一夜 我的穷 死好 但是你在死的当时 你不要想到 讲到什么 别去想后一段 别去想明天 明天我就解 解除束缚 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不然这样子 你今天的功德就破功 所以就是讲到呢 这八方再见 因为他不是能够离遇啊 所以呢 不是恒常持续 所以就没有被列入 没有被列入这里 下一点呢 别解脱绿仪啊 是菩萨界的支分 就是说在别解脱的绿仪界呢 它是菩萨界里头的一个部分 支分就是它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看到 我们画的那个圈圈啊 菩萨界绿色绿仪界 是不是你菩萨界的一部分而已 就是它的支分 所以这边有一个问答 他说呢 我们讲到菩萨的净绿仪啊 菩萨的绿仪界啊 是不是 我们刚刚不是讲 别解脱绿仪有七种吗 比丘比丘尼 正学女情测男 情测女近世男近世女 可是就没讲到菩萨 就没讲到菩萨界 所以他就问了 那这个菩萨的那个净绿仪呢 它的绿仪界 是不是在这个七种界以外啊 另外还有一个菩萨界 是不是跟它不一样啊 假如是呢 是有另外一个菩萨界的话呢 那这样子跟在菩萨地里头 所讲的呢 就相违反的 因为呢 在菩萨地里面呢 就是 尤其司令部里头菩萨地呢 它里头讲到说 我们整个的戒法 色律仪界呢 在这个七种 这个七种界以外 没有其他 没有另外还有色律仪界的 假如说菩萨界的色律仪界 就跟这个生文的色律仪界是不一样啊 就是不一样的话呢 那下面就有这两个问题了 言别解脱界 就是讲到我们受的生文界啊 五界八界这些生文界啊 别解脱界 这里指的就是指这七种的律仪 死后流转即便舍失 我们生文界五界八界 这些呢 或来自于说出家界 八界是一日一夜啦 我们的五界出家界 是不是尽行受而已 当我舍命之后啊 死后流转 是不是我就命舍了 我的戒也跟着什么 已经跟着消失了 我们的七种律仪是这样啊 可是菩萨界的戒情是什么 多长 今未来今 所以你就讲啊 那假如它是跟生文界是一样的话呢 可是生文界律仪 它命中以后就美了啊 那怎么一样呢 所以它说呢 如是啊 去静律仪的菩萨 死后流转啊 静律仪界呢 亦应舍失 意思就是说 菩萨界的色律仪界 假如就是 就是等同生文界的色律仪界的话 那应该是跟生文的色律仪界一样啊 命中之后就会美了啊 这样子了解意思吗 他就这样的疑问啊 那另外就是 另外的一个疑问 因为 七种界啊 生文界的七种界 除了人道以外 其他大的众生能不能受 不行啊 其他大的众生不能受啊 其他大的众生不能出家 不要把你家的阿嬷和阿婆 把他毛给剃了以后了 自己没应远出家 就把他出家了 我们以前一个连友就是这样 把他自己去出家呢 然后把他家的两只猫咪也把毛剃光了 但是 他们没办法 没办法出家 但是呢 他们可不可以受菩萨戒 假如他们解人语 可不可以受菩萨戒 可以 可以 我们其他道的众生 除了呢 一部分的 大部分的出生道以外 其他的解不解人语 都解人语 都解人语 他们都有神通啊 除了人道跟出生道没有神通 大部分的人道跟出生道没神通 其他的道的 所有一切众生都有神通 所以他们可不可以解语 可以 所以 鬼道众生可不可以受菩萨戒 可以 所以我们在戒场都会受一个什么 幽冥戒 幽冥戒就是菩萨戒 幽冥戒就是菩萨戒 所以他说诸天人等啊 虽父发心来修学菩萨 菩萨戒 菩萨的三具境界 一中不能获得菩萨的境遇 那这样子他就没办法得了 假如说生文界的色律余界 就是菩萨界的色律余界的话 因为生文界的色律余界 除了人道以外 其他众生不能得啊 可是事实上 天人其他道的众生 可不可以得菩萨的色律余界 可以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啊 意思就是说菩萨的色律余界 跟生文的色律余界 到底也不一样 假如一样的话 那应该要会跟生文界一样 命中以后就有跟着美了啊 假如是不一样的话呢 那 那 可是 佛在律上他没有 七众界以外 没有另外讲菩萨界啊 而且 假如 假如是一样的话 那其他道的众生 也没办法来受持菩萨界了啊 好 因为生文界是不准其他道的众生来受的啊 好 那下面呢 就会回答 刚才的这个疑问 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 他说呢 若出家菩萨呢 聚菩萨界啊 好 他说呢 假如出家的人 他也受菩萨界 他也来受持菩萨界的话呢 他在出家的五种界里面 就是从三一 三一尼界 四叉 比丘比丘尼 在出家的这五种别解惑里面呢 谁所受持即是菩萨的色律余界 这样子听得懂吗 我画一下 画一下就会比较好 现在呢 有出家 出家不是刚才讲的这五个吗 沙咪沙咪尼 斯叉摩纳 比丘比丘尼 这五个 五个是不是他们都各自受了他们的 生文的律余了 对不对 他们都受他们的生文律余 不管是沙咪尼界 或者是四叉戒 比丘比丘尼界 这就是他们受的生文界 生文的律余界 生文界里头的设律余界 那当他在加授 当他在加授菩萨界的时候 他在加授菩萨界的时候呢 是另外在受一个设律余界的菩萨界吗 不是 是他加授了菩萨界 我们讲到什么时候是受你得到菩萨界 当我发起菩提心 那我们这样子有秉戒 秉戒的法师呢 这样子来传授 我就什么 纳授了菩萨界 不是另外额外纳授一个菩萨的设律余界 而是我当我纳授了菩萨界的 我发起这个心跟菩萨界相应 跟菩萨界相应的时候呢 随我本来所持守的身闻的设律余界 统统会变成什么 菩萨界 这样子了解了 我发起了这个大心之后呢 我原来受持的身闻设律余界 统统会变成什么 等于菩萨的设律余界 等于意思就是说 你在原有的身闻设律余界里面 你把它提升了 因为你原来身闻的设律余界 我不杀生是因为怕什么 我不要继续来轮回 我不要造业 我 我要解脱 我 我 我 独善激生 所以原来身闻的设律余界 我的发行是这样 我一样持菩萨 可是当我发起菩提心 的时候呢 我这个身闻的设律余界 我本来也是 我也是照样这样持菩萨 可是他就提升了 升华才变成菩萨界了 因为我的心态同样不杀生 可是我不是只有为了 我不要继续来轮回 我不要堕因果而已 我还为了什么 我护念他 我还什么 护念这个生命 我不杀他 不是因为我不要跟他造业 不要跟他结二元 是因为我护念他 他也是一个生命 我护念他 乃至于一个菩萨心呢 我护念他 我不只不杀他 我也希望提升他 让他来什么 来学佛 让他都能够什么 受佛法的滋润 让他也都能够得到解脱 乃至于让他能够究竟解脱 他也可以成佛 所以你看同样不杀戒 我还没有受菩萨戒前 我的心态 跟当我心态提升的时候 我的绿戒有没有改变 没有啊我在行持上没改变啊 一样不杀啊 我的开遮食饭还是一样 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怎么样子会成就杀 什么样子是不杀 你犯的轻重一样啊 可是就是什么地方不一样 心的提升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了一个结论 第一个小结论 就是 身闻的律语跟菩萨的律语戒 它的差别是差别在什么 心的提升 所以在座各位大部分都已经受了五戒了 受了身闻戒了 你要发心受菩萨戒 最重要的不是去你去赶快 哦 这边你受菩萨戒 我快来祝福名 很重要的是你的心一定要提升 你心有提升 你原来所受的 那这些怎么开遮食饭 其实菩萨戒开遮食饭 那些其实都跟生闻戒 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就是在心态的提升上不一样 所以当我来 我从学生闻戒里面 再进入来学菩萨戒 重要的就是要学 在每一个处世恋心里面 我们心怎么提升 才可以把原来的生闻律余戒呢 全部都可以什么 点小成大 变成菩萨戒 变成是可以什么 成活的本源 可以成为成活的因 好这是出家 那在家的菩萨也是一模一样啊 对不对 在家菩萨 你看我们这个图里面 是不是再把它再多加上 再多上两个而已 对不对 5 6 7 对不对 在家菩萨 在家 在家菩萨也是一样 生闻的这个社略余戒 生闻的社略余戒 生闻的社略余戒呢 生闻的社略余戒呢 当我受了菩萨戒以后 我把它同样不杀生 同样不血淫 我把它提升了以后呢 你看在家菩萨聚菩萨戒 我在受了这个菩萨戒之后呢 于近世男女两种别解脱戒 就是佑菩萨戒 佑菩萨戒里面呢 谁所受持通通都是什么 菩萨的社略余戒 就通通可以提升成什么 菩萨戒 所以大家发心来听菩萨戒 好 我们有音乐就可以发心来受持 那样发心受持 我们不是另外去学一种的 不一样的开则词 而是什么 在原先我们所学习的这些 僧文戒 母戒 八观灾戒 这些的开则词漫里面呢 我们心态上必须要有所提升 要有提升 再来下一个 若诸天人 天人他是没办法受僧文戒 他没办法去受出家戒 没办法去受五戒 他并不需要医于别解脱戒 所以他不需要啊 他可以什么 直接受菩萨戒 所以 你看 我刚刚讲的这个 画的这个红色的就是出家跟在家 那现在的 天人 乃至于其他的出生道 例如说龙 解人女 乃至于有一个狐狸精 解人女 鬼道的众生 他怎么来受这个色律一戒 菩萨色律一戒 他就怎么样 直接受 他直接受就行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 你们讲是去 人家 这种很大型 在传界传 古界八观 在 古界菩萨界的 他都在受菩萨界 有人会早一个晚上 会受什么 游民界 让你去写你的这些 冤金载族 你的这些祖先 等等 这些你的亲缘 眷属 其实就是为了他们 什么 现在就是粉红色的这一个 你是透过了刚才 这个六七 那这边呢 受菩萨界 把你的身文 绿语 五界 把它提升 升华成菩萨界 那你为他们来受 幽灵界呢 这个是他可以直受 直受菩萨色律一戒 那你们这边呢 最后 通通变成这个 菩萨界这里的时候呢 谁比较高 一样啊 一样的 一样的 你先受了身文绿语之后 再来受菩萨界绿语 你所得到的菩萨界的绿语 跟你直接呢 这些天人畜生轨道 他直接受菩萨绿语呢 大家所得到的菩萨绿语 是一样的 可是既然讲啊 既然是一样 有人会投机取巧 我不要太五次 我在现在太五次 可以吗 一样得界 可是在 仪轨上 威仪上呢 不是仪 我讲在威仪上 不是仪 为什么 你直接受菩萨界 其实也是得界的 你不是透过受五戒 因为 佛为什么要自说 让我们先受了 五戒这些 再来受菩萨界 其实受了五戒这些 再受菩萨界呢 我们上次不是看你们那个 六种菩萨界 那个大表里面有讲嘛 这个是在 余前系统的 余前菩萨界 就是他的赤地 他要让你赤地 所以 因为他的赤地不同 所以他在 菩萨的重界里面 他只有四条 他扣掉跟五戒重复的地方 所以他的受 余前菩萨界 他的基本前提就是说 你于先所受的生文戒 你都能够持守了以后 才允许你受菩萨界 所以他叫什么 剑刺的学习 一次就让你受菩萨界 这么多 你就想到你了 所以要先让你 先训练一下 基本的 这些重界的 我这些沙道引望 这些重本 先让你无戒 俄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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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家学 还在发起普遍心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 剑刺的 根基的众生啊 很适合 因为你这次要叫他 你也想 菩萨感对来说 太难又太多 又太渣了 都没路来啦 所以就像他这样子 剑刺的修学 所以他才规定呢 你必须从 生文戒开始受洗 那就范玉金菩萨界来讲呢 他是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受 所以假如呢 你的因缘 例如说你就发心了 你已经有修学了 我们讲到受戒 所以最重要是你一定要学戒 你要懂 你已经有修学了 你也常常都在受奔才戒的 只是你就是 不然他直接这种 责寿的仪轨啊 哇 听说哪里要想摸摩戒 菩萨戒 我们就快去 有个你就是因为你的一些 俗世禅身 你家五戒责寿那天 你就刚刚好有事情 不然都出现去受 等到菩萨戒那天 你可不可以去受 可以 你假如受的是奔往戒的话 是可以的 那假如是佑伯社戒经的六重二十八卿不行 六重二十八卿它是跟 雨前系统一样的 你必须要次第受 你要次第受 因为他们在戒法上的 这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奔往戒菩萨戒 他可以直接受的原因就是 他前面的十重戒 其实连五戒这些都包含了 所以可是我刚才有讲前提啊 假如你是一张白纸的话 是不建议你这样子 因为太多了 瞬间太多 你很难辞好 除非你就是像这样子 你先听戒 你都学好了 都学清楚了 心里懂了 好 你可以直接受菩萨戒 没问题 再放往进菩萨戒 绝对如法 OK 没问题 你也得见 那假如说呢 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前提的时候呢 你还是从古戒先练习 磁磁看 啊 边磁我才会边修正嘛 你没有去磁手的时候 你就不会发现问题啊 你去磁手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啊 好 所以讲到一个受五戒的人 一个持戒的人 绝对是一个磁手法的人 好 我们举五戒里头的道戒来说 道戒里面呢 不是只有不要去偷抢这样而已 这个都太粗了 道戒里面呢 其实我有占小便宜的心 其实他都是一种道心 炒股票是不是一种占小便宜的心 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成功 就是利用别人的什么 利用别人的阴力滚力 你利用别人的这种的心态 人的贪心 然后去什么 适机而入 其实在这个十种贼心里面 这是其中的一种贼心 等于你是利用别人的一种 反复心的心态 然后适机在那边去牟利 用这种呢 其实也是算一种贼心 或者是谈取自己的方便 也是一种贼心 例如大家很容易乱的回归停车 道坑 地水火锋 都是属于我们偷盗的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你真的是一个持戒人 你觉得是梦工习无法的 那这个股票都不可以 你发现不可以 你发现不能去用股票 你可以买股票 但是你不能炒股票 你炒股票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讲的 你是什么 你是四肌嘛 四肌就是众生的那种心 一点就算众生的心理的样子 那你假如只是 你就是投资而已嘛 那只可以借 那这个投资就买了 你就是这样投资而已 你没有这种去炒作的心的话呢 那么炒作的心就是什么 每天都在看 看风向怎么吹 那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在 假如有因为我们讲到到界的时候 就会讲 那是十种贼心里面的一种 你炒皇帝产炒股票 不管你炒作哪一件事情 这个都是 这个是你是众生的这种的心 众生的心这样子 这样子去取的 其实佛为什么要是这样 就是让我们的心不要那么样子的曲折 因为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修行来说是很不好的 其实它就是一种道心 在《任念经》里面讲 偷心不除啊 我们很难去出轮回 在四种清净明慧里面要讲 我们这一种想要贪小便利的心 想要贪方便的心 这一种呢 其实都是一种偷心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你不必欲以别解脱力也能得菩萨境界 这个是在半往经菩萨界是没问题的 是可以的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就要介绍六种的菩萨界 就是随你的因缘你适合 你要受持哪一种都可以都很好 只是不管受是哪一种 请大家一定要先学见 一定要先学 你不一定要学到满分才去受 你学到心里有点比 你可以受 边持 边修正 边学都很好 就是把重点的地方先学会了以后就可以去受 今天可能 可能就只能先讲到一半而已 再来就要等下次再见 因缘 有时间的剩下三分钟 好我们赶快看 远离界 例如远离界呢 远离时不善业 远离身口期不善业 以及远离性罪 这个呢 是七种 七种别解脱界呢 跟菩萨的 净律语 就是他的律语界呢 一切的共相 不是别解脱界的别相 我们生文界 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吗 你看到这个 螢幕上这个表 生文律语 因为我心的提升 他会变成菩萨的射律语界 因为他们的菩萨界 他的在某一些地方 他的共相是一样的 就是我讲的 杀生偷到这些的开遮食饭 是不是他的共相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说 那个生文界 把人杀的命段 前的命段叫做杀 那菩萨界呢 把人杀的前的命段 就不叫杀 不会这样 表示说他们 有一些的开遮食饭 这个就是他们的共相 就是一样的地方 所以他说 远离我们的身口义的 这些食不散烈 或者是远离我们身口的 七只不散烈 就是杀到乙 妄于二口其余两舌 这个七只的不散烈 这些呢 就是七种的生文别解脱力 跟菩萨的别解的那个 色律界呢 这是共相 但是呢 这个不是别解脱界的别相 那别解脱的 别解脱界的别相呢 是哪一些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从身文界到 要变成菩萨界 是不是我什么要提升 心要提升 心提升起来的 那一个就是他的别相 就是菩萨界的别相 所以同样在 这个共相里头 欸 我的界相的开招 吃饭 表象上 是不是我都做的一样 我跟一个十五界的人 不能都敢放啊 没杀生 没什么 但是呢 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心 不一样的心情 他的菩萨生呢 是因为什么我不要造业 可是呢 一个菩萨界的行者 他的菩萨生呢 除了我不要造业以外呢 我希望众生能够得解脱 我希望众生不要受这种恐惧 我能够撕给众生无畏 我能够呢 我希望我要成果 我希望众生能够成果 所以我菩萨生我那种 对那种我的菩萨生 我对众生的互念的心呢 是满灯的 这就是他的菩萨界的什么别相 所以下一个菩萨律语者呢 为呢 就是指菩萨界的色律语界呢 除了我皇父呢 至罪的七种解脱界 就是我讲的菩萨生啊 至罪就是佛字啊 不可以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 我菩萨生我不偷盗 我不其余不妄于 除了这个至罪的至罪的旁边写一个指词 指词 指词 就是说我停止做某些事我就叫持戒 我停止杀生就叫什么 持了杀戒 我停止偷盗 就叫做我持了盗戒 下面菩萨律语界者 为依防护至罪的七种解脱律语吗 你在旁边写一个指词 就是我只要停止了 我就叫持戒 我停止不去做这种杀盗 淫妄 恶口其语这些事情 我就叫持戒了 这个就是 这一点就是什么 共生文界的共向的部分嘛 以及什么 第二个呢 防护性罪界 第三个 防护呢 食不善界 防护性罪 性罪就是我本来 本来就有罪的 本来就有罪的 杀到遗忘 这个是不是我没有自戒的话 你做也是有罪的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性罪 前面的这个治罪啊 防护治罪 这个治罪呢 就是指佛治 我佛治不可以 你这个戒的部分 那这个防护性罪啊 性罪就是 本来佛没有治 他也是有罪的 我不是只有遇到远无杀 而且我能够起一个什么 防护的心 防护的心 我不可以去做 我一种防护 来自于防护呢 不是只有杀到遗忘 包括 我内心里头 施不善就包括 内心里面的谈诚痴 防护不要起谈诚痴 这个是菩萨的色律一戒 所以在后面那个 魔女护念庄言论里面呢 他说律一戒呢 是止息戒 止息不要杀生 就是止息呢 就是止息杀生 止息杀生 未因如实呢 远离欺恶 我要真实的去远离 沙盗淫妄 妄于恶口 其余两舌 而且我还能够生起 什么样子的散法 我不是只有止息恶耶 我还要生起散法 生起无坛无成 无痴就是政界 还要生起这三种散法 所以我刚刚讲的 我不杀生 我不杀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 我杀不杀这个人 这个人要杀五百个人 我杀或不杀 我不管我杀或不杀的话 我是起什么 我杀他我也是什么 我起了一个什么样的散念 无成的散念 而杀他 而不是说什么 泄愤 这个人该死 所以菩萨呢 他不一样的 他的别相的部分 就是说 他在止息戒上面 他能够起什么 散法 能够起无贪无成 正见的这个散法 既生起 不只生起这个散法 而且呢 富有聚戒增上力 又由于他具备 戒的这种增上力啊 就是他菩萨戒 我讲到他发心不一样啊 他心提升了啊 所以他具有这种戒的增上力 心的提升 所以能够什么 承满十善业道 所以他能够成就圆满 十善业道 生文戒里头 他只有前面走 守了七支而已 他没有后面的 不贪不称不吃 十善业就包括后面的 不贪不称不吃嘛 生文戒只有守到前面的七支 他没有再加上后面的 没有贪成吃 所以同样我刚刚讲的 这个杀生戒里面呢 菩萨是以什么 无称恨心 不管他杀不杀 在戒相上杀不杀 他是无称恨心 可是生文戒呢 不管他戒相杀不杀呢 内心里面呢 这个无称不一定有 他可能是有抱持有称恨心的 你敢会记得 我怕你收 北冠宅戒 仙道里面 大冠宅戒戒是圆满 你就知道 这家人在这 要插死 大冠宅戒 你就知道 我就把你收拾起来 所以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菩萨戒就是 他的别相不一样的 跟圣物戒不一样 同样在那七枝叶的共像一样 开车吃饭都一样 但是呢 他有什么 不谈不称不吃 他有菩萨的菩提心 他有这种互恋众生的心 他有这样的正见 这样的散法 所以他可以成就圆满 十三夜道 好啦 就只能先讲到这里了 时间到了